这场比赛呢 在赛前就非常受大家的关注 因为呢 在之前刚刚结束的第14届全英会的决赛比赛当中 就是由江苏队对阵北京队 最终那场比赛呢 江苏队是以最后绝杀的形式 一分险胜北京队 拿到了全英会手球男子组的冠军 再次捍卫了他们在国内的王者地位 虽然说从对阵上来看呢 这是全英会手球决赛的重演 但是呢 两支球队的整个人员构成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大场接吻一次远射的尝试并没有能够成功 反而是北京队这边利用一次反击的机会 由魏昂为球队首开记录 由于是一次快攻 所以得到了1.5分 这场比赛呢 在场上身着天蓝色球衣 从上部场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江苏队 北京队呢 身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 上部场是从左向右进攻 这是一次成功的断球 完成一次射门 一上来之后 两支球队进攻打得都比较顺 大家现在看到的合肥战的比赛呢 是本赛季中国男子手球超级联赛的第二阶段的比赛 第一阶段是在苏州进行的 在11月份 那么第二阶段的比赛呢 现在正式开始 经过循环赛之后 将会在合肥战决出最终的冠军 看这一球 参与员应该是判了犯规 在第一阶段的比赛当中呢 江苏队是六场比赛 三胜三负 拿到了六个积分 第一阶段是排在七支球队第四位 北京队呢 第一阶段的六战过后 一胜五负 积两分 七支球队排在第六位 刚才为大家介绍了 相较于全会 当时两支球队的阵容呢 在联赛当中 现在两支球队都是以年轻人为主了 江苏队呢 相较于全会的名单 联赛的名单呢 只保留了周奥和门将张帅 其他呢 基本都是之前的青年队的队员 而郝可欣教练呢 之前也是长期带领江苏青年队 所以这次的比赛由他来指挥 外围远射的尝试 这球打偏了一件 北京队呢 相较于全会当时的整个阵容 球队是保留了王军明 吴浩 刘继超 吴瑞凡 陆明松 还有魏阳 一共是六名球员 其他球员也基本是年轻球员为主 北京队21号圆阵点的犯规 由于破坏了对方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 所以参与判罚了七米线罚球 手球当中的七米线罚球呢 就相当于足球当中的点球而已 是很好的得分机会 这边北京队犯规的球员呢 还被罚下场两分钟的时间 这也是手球比赛当中非常有特点的一个规则 江苏队防守非常的成功 看看反击 北京队再次反断 球应该是已经出界了 球权还是江苏队的 由于北京队有球员呢 被小阀下场两分钟的时间 所以现在场上少打一人 门将立功了 这球挡得很漂亮 挡住了进门柱的位置 今天江苏队呢 新发的球员有5号马一奎 7号队长周傲 8号季宇 13号陈孝天 15号陈染 16号张帅 17号刘世昌 北京队这边新发权有1号刘继超 6号吴号 8号李旭 10号王哲一 17号刘大明 21号袁振连 以及26号魏阳 虽然说少打一人 但是北京队这边进攻还是差点打成 江苏队一次快速反击 得到了1分 北京队刚才被罚下场的犯规球员 应该是17号刘大明 现在他可以重新回到场上了 手球这项运动呢 可以说是集合了很多运动的魅力于一身 像足球 篮球 包括橄榄球的一些元素 在这项运动当中也能够体现出来 对抗非常的激烈 回合数很多 攻防转换的节奏非常的快 江苏队这边又有机会 面对出击的门将完成一次挑射 这个球呢 因为又是一次快速反击 所以说产品员再次给了1.5分 文将球发得非常快 好机会 打门球进又是1.5分 江苏队这边呢 开场之后连续得分都是1.5分 所以说他们分涨得非常快 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领先优势了 在国际比赛当中呢 是没有1.5分的啊 每次得分的都算1分 但是在国内的联赛当中呢 为了鼓励运动员们积极主动的去进攻 同时也是加强我们运动员向远射 包括快速反击的能力 所以说呢 在国内联赛当中 我们有1.5分 北京队的郑劉力指导 看到球队开场阶段呢 有点跟不上江苏队的节奏 赶紧叫一个暂停 现在半镜头会放的是两队门将 开场之后几次精彩的扑救 在我们国内的联赛当中呢 快攻远射和快板球三种方式呢 是可以得到1.5分 所谓快攻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就是由手转攻之后 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组织进攻 然后得分 这样是可以得到1.5分 快板球呢 是手球比赛当中的一项比较独特的技术 有点像篮球比赛当中的空中接力 就是运动员呢 在徒手运动员 在球门区上空 接到同伴传球 直接射门 完成得分 也是1.5分 远射呢 就是在场地这条虚线 九米线 也就是任意线外 完成射门 也可以得到1.5分 这球转移的非常大胆 是也很开阔 双方开场之后 对抗强度非常高 郑文律指导好像对财美员这次判罚呢 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七米球的判罚 破坏了北京那一次合法的得分机会 财美员只是给了一个普通的任意球 这次的大氛围转移 被江苏队的球员拦了一下 江苏队有反击的机会 反击打非常快 又是1.5分 北京队在叫暂停之后呢 进攻并没有能够得分 反而让江苏队这边利用快速反击 再次得到1.5分 现在双方分差已经有7分了 在全运会之后呢 江苏队刚才我们也介绍了 只保留了两名全运会的球员 有一些球员呢 在全运会之后选择退役 有一些球员呢 则是被征调到国家队 但是这支年轻的江苏队呢 也有很多大赛锻炼的经历 看场之后呢 江苏队的防守啊 一直能够跟上北京队传接球的节奏 好球 这个球转过身来之后 完成攻门 这是手球比赛当中非常常见的技术 就是在6米线前拿球之后 一个假动作转身 摆脱防守球员之后转身射门 看似这样的得分方式很简单 但是其实大家如果注意观察的话 可以看到在完成这次传球之前 金龙端球员会有很多交叉跑位 江苏队啊 转移球速度非常快 比赢队这边节奏显然有点跟不上 双方还是7分的分叉 大家看到现在呢 蓝色球衣的江苏队 所采用的防守阵型 是一个15的阵型 有一名球员在相对突然的位置 其他的五名球员呢 则在9米线散开 这次枪行突破之后 射门呢打偏了 北京队由于一直很难得分啊 打不进的情况之下呢 就很容易被江苏队抓反击 如果打进的话呢 所有球员就可以快速退防 像江苏队这样 打进之后快速退防 然后让对方呢 只能来进行阵地战 突破之后又是完成一次得分 开场之后 江苏队的射门成功率非常的高 今天这场比赛 从开局阶段来讲呢 江苏队明显是进入状态 更快的一方 手球比赛上下半场 各30分钟的比赛时间 在财品员示意停表 只有这一种情况下会停表 其他情况之下呢 比赛的时间会一直走 边缝切入之后完成射门 北京队打进之后啊 就能够快速退防 这样江苏队就只能打阵地战 双方分差还是维持在7分 这球才没人示意无效 才没人先明哨吹了犯规 北京队在防守过程当中 又是通过犯规呢 破坏了对方一次 很好的得分机会 而且防守全呢 身体也进入到了游棋区之内 江苏队通过7米线罚球 再得一分 手球比赛的场地呢 长度是40米 宽度呢是20米 大家看到两侧的游棋区 就是我们俗称的禁区 在这个区域当中呢 两队除了门将之外 攻守球员都不能够进入到这个区域之内 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到在比赛当中啊 有时候进攻球员 他在游棋区之外起跳 然后落地的时候进入到游棋区 只要在空中完成射门动作 这就不算犯规为例 就像这样 这个球运气稍微差了一点 打在球门的门框上 北京队这段时间退防做得很好 而且在防守端呢 明显能够跟上江苏队的节奏了 北京队防守采用一个二四的站位 强突 这球应该是一个普通的犯规 江苏队的任意球 北京队稳住防守阵脚之后 江苏队也很难轻松地打进去 也许在九米线外的传导 最终形成了失误 这是一次走步 手球比赛规则当中呢 有跟篮球比赛当中走步为例 非常相似的内容 但是这个步数的计算方法呢 跟篮球比赛有所不同 在手球比赛当中啊 选手如果说 球员在起跳之后 在空中接球 落下来的这一步 并不算作第一步 之后还可以继续再走三步 所以说如果相较于篮球的 走步为例规则的话 手球是可以走四步 时机会 四步 六十二 申请队稳住防守了 连续造成江苏队的失误 但是在防住对方的同时 要得分才行 不然分差很难被缩小 漂亮快板球 1.5分 徒手球员在进区之外起跳 然后接到同伴的传球之后 完成破门得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快板球 像篮球的空中接力 这样的得分方式也是1.5分 这也是手球比赛当中 最具观赏性的破门得分方式 好的 赵苏队就是通过一次中距离的射门 完成得分 战不上比赛的时间已经过半了 军工突然的加速 在面判了北京队持球球员走步 北京队这段时间非常注意防江苏的反击 这球应该又是走步了 两人球队作为老牌的强队 北京队在防守上 确实这场比赛做得都很好 北京队防守还是一个24的站位 两名球员突的相对靠前 五百四名球员呢 则在六米线附近 传球假动作 都想打快 但是两队都很注意对于对方反击的防守 包括之前北京队门将都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防守范围 来抢对方这次一传 刚才江苏队的球员也是快速退防完成了断球 又想打快板球 但是这球被门将挡住了 这场出色了一次防守 这是之前 满金头会放的是之前北京队那次非常精彩的门将出击断球 北京队的门将刘俊超经验很丰富 看到对方快速反击的意图 提前起跑 扩大了自己的防守范围 好的又是一次成功的封堵 但是江苏队这边 球又落在了边峰的手边 周浩完成了破门 这边是一次的 我看你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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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又是一次非常漂亮的封堵 但这球参编哨声也响了 除以罚江苏队的犯规 给了北京队罚七米线球的机会 张帅 挡住了对方的七米线罚球 在全会的比赛当中 江苏队的主流门将是王全 也是他们的明星球员 王全现在是上吊到国家队 担任国家队的守门员教练 其实刘帅在能力方面 跟王全是差不多 能力非常强的一名守门员 这场比赛也正是由于有他的存在 所以北京队现在得分很困难 上不上比赛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十分钟 看一下数据统计的情况 射门成功率呢 江苏队这边高达61.11% 而北京队呢只有33.33% 12次射门尝试只有四次成功 这就是为什么双方现在有十分的分差 北京队这边又失误了 远射的尝试被挡 快速反击 这球传得非常漂亮 走步了 虽然说是北京队的失误啊 但是在防守过程当中呢 江苏队的球员还是很有经验的 面对卫阳 先是一个卡位置 卫阳正是因为要躲北京队的 江苏队的防守球员 所以说才会出现走步的情况 切进来调射 再次得分 在手球的选材过程当中呢 边锋这个位置 就是两个底角 往里内切射门的这个位置 一般右边锋的话 会选择左手球员 左边锋会选择右手球员 这样的话内切进来 他们射门的角度会更大一些 现在在足球比赛当中呢 这样的安排也越来越多见 当年最著名的当然就是罗本 左脚球员的踢右路 创造了这个罗本走廊 好的 这次终于是突进来 赛兵员就停了比赛 虽然说那个球进了 但是呢 由于江苏队球员犯规 所以江苏队球员呢 被罚下场两分钟的时间 现在场上江苏队少打一人 在防守端多一人的情况之下 看看北京队这次防守 能不能成功地防住 好的 人家没有吃对方的假动作 反击 北京队现在场上多打一人 还是追求速度 好球啊 张帅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表现得非常神勇 这样的调门呢 其实对于门将来说 防守起来难度非常大 这时候场边再次请求暂停 应该是江苏队 叫了上场比赛的这次暂停 现在江苏队这批年轻的球员呢 基本上都是浩克辛教练 一手带起来的 他对于他们非常了解 彼此之间也相当的信任 郑永利教练呢 曾经是国家队最优秀的中卫之一 而在拳运会上创造了历史记录的张继 包括 手边教练王龙 这都是参加过北京奥运会的运动员 现在都是北京队教练组的成员 这是今天北京队打成的那次快半球 非常的精彩 上场比赛还有六分钟的比赛时间 这球参比员吹罚的是江苏队全走步 目前比分的江苏队还是以十分的优势领先着北京队 用好球 不过进来之后完成得分 老师球队在第一阶段的交手当中 江苏队当时是47比29.5 大胜北京队 两队在全运会之后 虽然说都进行了大换血 但是相较于北京队的这批年轻球员 江苏队的这些球员 他们的比赛经验更加丰富 北京队的反击 好的 连续的得分 这球参比员算快攻得分 1.5分 手球运动员他们的身体协调性 柔韧性 包括这种制空能力 弹跳能力都非常的强 他需要在空中起跳之后呢 做很多假动作 这样才能够让对方的门将铺就不及 真好球 北京队13号王军明 通过自己两次抢 完成得分 而且北京队这边呢 是两次快攻得分 都是1.5分 一下得了三分之后呢 现在双方分差迅速的破进 调射把球打高了 现在分差只有六分了 在江苏队请求暂停之后啊 反而是北京队这边连续得分 北京队13号王军明呢 身高一百 一米九三 体重达到一百一十五公斤 哇 又是靠他 又是靠王军明的远射 又是1.5分 再来看一下 这是在九米线外 也就是这条虚线之外 完成的远射破门 这样的得分方式也是1.5分 射出的皮球力量非常大 门将碰到球 也没有办法改变皮球近往的事实 北京队这边的进攻带动防守 现在防守端做得也非常不错 低脚的位置 北京队防守球员到位率非常高 厂上形势风云突变 好个新指导 在场边也在大声地指导着厂上的队员们 北京队防守章 北京队的七号怨宾被小发出场 两分钟的时间 所以说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 基本上江苏队可以一直多打一人 这段时间能不能抓住机会 好的 这个球打得非常巧 在两人中间完成一次反向射门 这个球打得真巧妙 现在呢 北京队是选择了撤下一名守门员 换上一名场员 这样呢 在场上进攻球员可以保证是六个人 关键时刻啊 整理指导呢 再次选择暂停 因为现在这个阶段呢 必须得好好布置一下这次进攻 一旦打不进 被江苏队打快速反击 北京队这边因为没有门将 所以很容易被对方打成 所以这次进攻得好好地去布置一下 这次暂停呢 能不能让球队之前连续失分的情况得到改善 北京队从落后十分啊 一度落后十分 现在追到只落后5.5分 前面吹罚了 江苏队球员的犯规 这个半截头回放非常的精彩 王哲一 这次起跳 射门 体现了自己非常强的弹跳力 由于犯规呢 江苏队也有球员 被罚下场两分钟的时间 现在场上的人数是均等的情况之下 上场比赛最后的这不到30秒钟的时间 我想双方会不会再有得分出现 远射被挡 还有 内切之后的射门漂亮 北京队这边防守 重置成城 这时候上半场比赛时间到了 上半场比赛呢 江苏队可以说前半段打得非常好 但是25分钟之后啊 北京队开始了自己追分的模式 连续追分 从一度落后十分 现在追到只差5.5分 我们也非常期待这场比赛呢 精彩的对抗延续到下半场比赛 好的各位观众 我们稍事休息 稍后呢来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好的各位观众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转播当中 您正在收看的是央视杯中国手球超级联赛合肥战的比赛 江苏队和北京队上场比赛的数据统计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主要看双方射门成功率这一块 一开始呢 江苏队一度是以60%以上 对北京队30%多 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呢 双方基本上回到一个持平的状态 这也是上半场比赛整个进程的一个缩影 在上半场前半段 甚至说可以说前20分钟 江苏队基本上是主宰了比赛 一度将领先用势扩大到10分 但是在20分钟以后 北京队进攻端也找到感觉了 最终从落后10分 将分差追回到只差5.5分 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 下半场比赛呢 身穿蓝色球衣的江苏队 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 北京队呢 白色上衣黑色短裤 从屏幕右侧向左侧来进攻 目前比分呢 江苏队半场结束之后 17比11.5 暂时领先 下半场一上来 北京队抓住机会 抓江苏队立足慰问 由吴昊完成了破门 江苏队这边传球差点出现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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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球比赛当中呢 犯规也是一种战术 犯规呢 能够让对方这次进攻 无功而返 重新再来组织 发任意球 好的 刚刚到九米线内完成一次射门 江苏队再得一分 下半场开始之后 双方各得一分 好的 双方那些之后完成射门 就是魏昂 魏昂毫无疑问 是北京队的核心球员了 在这支球队当中 94年出胜的魏昂算是老将 经验非常丰富 打了全球会的比赛 这边北京队球员 要被小发出场两分钟 68号陆明松 在手球比赛当中啊 被发出场两分钟的犯规情况 常见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就是犯规动作力度比较大 或者对对方快速移动中的球员进行犯规 刚才就是这样的 对方球员正在快速移动当中 对对方形成犯规 而且犯规形成的这个伤害还比较大 这样会把防守方球员 小阀下场两分钟的时间 好的 江苏队这边完成一次背后的传球 找到了边风 内切之后完成射门 江苏队这场边加油的声势也相当浩大 那种节奏感 这就是战术性的犯规 江苏队下半场比赛呢 开始采用这种一线的防守站位方式 所有球员呢 基本上都在九米线附近来站位 那现在站位又有所变化 如果说防守球员在九米线附近平铺开来 这样的站位方式呢 好处就是 他在整个这个 对于对方进攻球员的覆盖面积特别大 不好的地方就在于 他的防守纵深的有点不够 如果对方突然启动强行突破的话 可能就容易形成犯规 或者说被对方直接射门得分 守球运动员呢 长时间的训练 让他们已经练就了 就能够卡在这个游棋区前 小半步的位置 完成起跳 新米线球被门将挡住 刘继超今天的发挥还是相当的不错 两队门将呢 上半场比赛到下半场目前为止 发挥的都很出色 这是一次要判被罚出场两分钟的犯规 降速队的13号陈孝天 出生于2001年 身高1米95 体重90公斤 凌队现在场上多打一人 好的 吊射破门 这是刚刚被罚出去两分钟 刚回来的陆明松 完成了得分 先吹了犯规 还是一次普通的防守犯规 任意球 降速队由于现在场上舍打一人 所以进攻过程当中的很难渗透进去 但是远射找到机会 这次射门很漂亮 好的 一次假设真传 然后找到了底角的队友 这个转移球很漂亮 这样的转移球 是让对方的防守球员 很难跟上节奏的 有观众可能会问 为什么当时防守球员 面对即将起跳射门的对手的球员 不上去进行封堵和犯规呢 如果那个位置犯规的话呢 就会直接被判七米球 而且还有可能被罚下场两分钟 同时呢 规则规定防守拳是不能进游棋区的 所以说呢 当时如果他在移动的话 也有可能脚会踏进游棋区 所以他就站在了那里 而这边反过头来 应该是吹罚了江苏队的球员 在游棋区内完成一次封堵 这也是判七米球的犯规 挡住了对方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 七米球罚进 方方下半场比赛 打了八分钟的时间 分差还是维持 上半场比赛结束时的分差 相当于下半场到目前为止 两队打了一个平手 很难突进去 这球传球出现了失误 受败了 自行中的方向 子叶倒着 时间转积了 难得 能得五分钟 真有少许 他就给了一个不忍 他都在一边 都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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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 都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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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 都在一边 又在这边 射门的假动作没有太好的选择 最后选择了传球 也许通过转移还是打不进去 又是北京队的犯规 射门被封堵了 最终参门员是吹罚了江苏队拳的走步 球权终于交换 北京队想发动快速反击 看到左下角的数据统计失误数 北京队这场比赛已经有十次失误 江苏队失误数控制得很好 只有四次失误 这也是目前江苏队能够取得领先的一个重要原因 快板球再度打成 今天北京队打成两次精彩的快板球得分 我这球打得非常的潇洒 传球球员往前这么一撩 而且有点不看人传球的感觉 接球球员的心领神会 快速启动完成一次空中接力 在首个比赛当中就要快板球 现在双方的分差只有四分了 这场比赛慢慢地在推向高潮 这球传得很巧妙 门将立功了 但是残编名少 应该是警告了 场边 教练员的情况 这球传得很巧妙 传了一个弹地球 四两拨千斤的传球 突进来打门得分 漂亮 王哲一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 他是北京队场上最有活力的球员 他的速度快 身体素质好 弹跳能力强 王哲一打进这个球之后 现在双方分差来到三分 林队防守现在很成功 江四队很难打进去 又是一次成功的封堵 看看反击 打门得分 1.5分啊 这应该是一次 哇 北京队连续追分 在防守过程当中 今天北京队六号 五号表现得非常出色 五号的身高达到了1米98 身高必长 带这个大长臂伸起来 已经连续下半场比赛 挡住对方两次射门了 江苏队终于打破了德分荒 北京队的快速反击没有能够打成 再次落入到阵地战 这次冲撞 看看江苏类的球员受伤倒地 希望不要有太大的问题 三名球员撞到了一起 我们再来看 这是两名江苏队的队员 想加防王哲一的时候 两名江苏队全撞到了一起 但这应该是一个硬伤 但是撞到了头部应该要稍微缓一缓 显然王哲一现在已经成为了江苏队重点盯防的对象 他拿球的时候肯定有一个人要去跟 而且现在看到江苏队肯定还有一名防守权员要及时的过来协防 场面也看到了张继 参加过七届全运会创造历史记录的老将 现在也是北京队教练团的成员 就是撞着一下 撞到了面部 受伤的是江苏队的八号季雨 看样子季雨好像伤得还不轻啊 希望这个伤势不要太严重 比赛重新恢复进行 双方现在是2点5分的分差 这次传球出现了失误 北京队在追分的关键时期一定要避免失误的出现 成功的防守 快速推反击 下场比赛时间已经过半 最后15分钟的决胜期 江苏队这边防守强度上来了 防守很有侵略性 但是这样的防守的动作都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附加动作 好的 刘继超再次做出了精彩的铺就 球权还在江苏队这边传球出现了失误 看看北京队 忙中出错呀 这球一味想球快 结果5号走步了 非常可惜 哇 门将再次立功 刘继超下面场比赛状态越战越勇 这两次扑就其实难度挺大的 王哲一拿球的时候 现在江苏队的球员队他是格外注意 他要冲起来 结果有3到4名球员上来组成一个人墙 挡住他的去路 坚决不能让他给冲起来 王哲一的身高只有1米84 这个身高在手球运动员当中并不算很高 但是他快速灵活 而且身体素质非常好 场边叫了暂停 这是下半场比赛 两队叫的第一个暂停 应该是江苏队叫的 这是江苏队今天叫的第二次暂停 这是江苏队今天叫的第二次暂停 这次暂停的在江苏队这边郝可欣教练主要强调的还是进攻端 这次暂停的在江苏队这边郝可欣教练主要强调的还是进攻端 球员节奏感的问题 特别是之前边风的两次射门 很好的机会都没有打成 主要还是说边风有点太着急了 节奏可以变一变 江苏队这边门将下半场为球队战守球门的是赵凯 球队的12号 而北京队的正指导 更多还是在给队员们加油打气 我现在球队士气已经完全上了 整个攻防两端表现都比之前更好 好的 三菱回来之后 江苏队这边马上得分 突进来 突进来 哇 还是没有盯住啊 王哲一再次找到机会 突然的前叉 方圈圈没有跟上节奏 还是2点5分的分叉 哎 北京队成功的防守 拉回了球权 这次进攻很关键 好的 江苏队这边赵凯完成了关键的铺就 封住了魏阳的射门 封住了魏阳的射门 但是残变员吹罚了江苏队球员的犯规 球打得有点勉强 金融球员进到了游戏区之内 球权发生了转换 这边江苏队也出现了失误 前面示意这球要重发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北京队6号5号 他在球队当中的作用非常重要 他是球队的底线球员 防守过程当中呢 是球队的核心 两次封堵住对方的射门 进攻中呢 他作为一个支点 要给队友在中路进行掩护 卡位 失误数呢 北京队13次 江苏队下面场比赛 失误数明显增多 也来到了9次 上一次这个数据板呈现出来的时候 应该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10比4 当时北京队还大比分领先 mois fair 这个射门打的有点勉强 不过是被防守拳碰的 所以球权仍然是在江苏队这边 下半场比赛来了最后10分钟的时间了 看这2.5分的分差呀 北京队能不能再缩小 而江苏队能不能不让这个分差进一步被缩小 突破完成了射门 这完全是凭借个人能力 北京队快速反击江苏队退防非常快 北京队这边换人 手球比赛当中的换人可以随时来进行 而且换下场的球员也可以再换上场 但是换人必须要在指定的换人区来完成 下半场比赛江苏队在防守王军明的时候 要比上半场比赛更有心得了 他拿球之后呢要江苏队这边采取的策略就是尽早的上身体给对抗 不让他靠近射门区域 好的 这次射门再度得分 江苏队这段时间呢 凭借着几次中远距离的射门 慢慢把分叉给拉开了 现在分叉是4.5分 北京队这边马上换颜色 陆明松 为球队得分 这个球是一个节奏的变化 在防守权以为你没有要射门的时候 突然射门 王军明身体非常的强壮 直接把对方的球员给扛起来了 好的 人将做出了关键铺角 比赛打到这个阶段呢 运动员体能下降的是非常厉害的 这个时候呢 由于防守脚步跟不上 就很容易出现方规动作比较大的情况 北京队17号刘大明 被罚下场两分钟的时间 这段时间江苏队场上多打一人 这是江苏队锁定胜局的一段机会 人队防守球员跟得很紧 脚步还能够跟上 郑立指导在场边也为自己的队员叫好 但是这一次一个假动作 晃开了两名球员的防守 完成射门得分 抓 关键时刻还得靠 这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 这球被门将挡了一下之后 打在球门的立柱上 张帅呢 重新上场 在比赛最后这段时间为球队镇守球门 张帅出生于94年 在这支球队当中也算是老将 好 好的 这个球横移的幅度非常大 江苏队这边的刘文兴被罚下场两分钟的时间 刚刚破门得分 很兴奋 这边防守端呢 出现了错误 这段时间 北京队正好 小发两分钟结束 现在他们在场上多打一人 这是他们最后的追分机会了 现在双方是4.5分的分差 好球啊 这球漂亮 顶着一个防守人 完成一次角度很刁钻的射门 这边北京队又出现了关键性的失误 不过还好前面先吹了江苏队犯规 这段时间北京队一定要抓好 因为他们场上是多打一人 而江苏队呢 要想确保胜利 这段时间一定得扛过去 还有45秒钟的时间 场面北京队叫了暂停 这是北京队今天最后一次暂停的机会了 这个时候叫暂停也非常有必要 郑雅立志导也知道呢 现在球队多打一人 最后的追分机会 再次强调了金弓端穿插跑动 张帅呢 下半场比赛出场的时间并不是很多 但是最关键的时刻 还是要让他来为球队镇守城门 暂停之后 北京队这次进攻能不能打成 这个球没有能够打进啊 吴昊呢已经扛开了防守人 但又是张帅做出了非常关键的封挡 这个时候江苏队发尸球员也重新回到场上 江苏队的球权 5.5分的分差 现在比赛的时间呢 所剩不多了 北京队要想追的话有一定难度 但不到比赛中场铃声响起的时候啊 一切都有可能 张苏队这边 如果这次进攻能够打进的话 基本就锁定胜局了 好的 想不想比赛啊 像陈孝天 几次远射得分其实很关键 北京队这边想打快 结果没有成功 17号刘大明 球是打在了张帅的面部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在手球比赛当中呢 规则规定啊 如果不是守门员主动 用自己的面部去挡球的话 那进攻球员如果球砸在守门员的面部的话 要被罚下场两分钟的时间 刘大明这边是直接是红盘罚下 剥夺了比赛资格 快板球打成 最后时刻呢 北京队没有放弃 这样一来比赛时间所剩无几 这场比赛呢 大局已定 好 这个时候比赛结束 江苏队还打进了一个压哨球 看这球算不算 最终呢 在双方本赛季第二回合的较量当中 江苏队还是战胜了北京队 但是整个过程呢 要比第一回合要艰难了很多 年轻的北京队正在成长 而江苏队呢 也再次在这场